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夕河西特别旅游节目 我们的口号是 姓恩哥不迷路 看韵姐逛花园 真当冯府假导游 随时随地上演番外小气场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关国君叫多妹吗 知道 为什么 因为清西河西有两个西 原来是这样啊 那好吧 那我们就切入正题 我们现在就一起去看看冯府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Let's go 那我们整个冯府的总体风格你知道是什么吗 有钱 有钱 好 那我们接下来第一个进入的是 刀刀刀刀刀刑 走吧 嗯 那是因为在这里 就是跟小叔 为小叔 参谋一下 就是谋划一下 你是给我写情书吗 好 我们去看下一个 哈哈哈 然后我的房间这里就是 你还记得这个地方吗 哦 这个地方就是 这个地方就是 紫园为我擦药的地方 擦哪里呢 等一下 可以说吗 哎 会有的好吃 哈哈 我们房间其实就是平静无心 然后平时会饿的时候会吃点水果 像这种菠萝 哈哈 哈哈 就随身随地都可以摘一下 好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我的地盘 这是我的地盘 我的地盘是平静我的地盘 怎么样 你评价一下 这个地方吗 我特别不喜欢这个地方 为什么 虽然它有点方便 为什么 因为我每次也来这个地方 可能是因为 风水 风水的问题 对 反正每次来都给我留下非常不好的地方 但最后是好的就是 最后是好的 好的 我们接下来已经来到了 到了房间外面的这片空地 然后这里的一个风格 一个设计呢 你来讲一下吧 好 由于导游功课做得不太足哈 现在要开始 上手卡 我们冯府总体呈现 离散式布局 为的就是可以打造山水之间的全民建筑卡 可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一些树 还有我们这边的这棵 苍天大树 是承载了我们很多回忆的一个 对 这个恋爱圣地 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了冯府的大厅 这里就是我们商量大师 然后接见一些比较重要的 来宾 课呀什么的一个地方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去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位置了 咚咚 有人吗 小叔 我们 来汇报事情了 我们来了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进入了冯夕的房间 小叔的房间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房间的一个整体布置非常的大 这只是他的一个书房 我还可以再用那两个字来写 有钱 真是有钱 看看这地上 看这地上 就是秋海风格 瞧瞧 然后小叔的房间就是采用了大量的这种灰色的大理石地板 和一些木板来座椅结合 就显得整体没有那么的沉闷 然后包括这些盆栽和这些雕刻的石头啊 木头啊 就可以看得出小叔这个 一看一目了然 就是写书的地方 非常有书香的感觉 包括这个圆满 就是这个色系都是跟冯夕服装是非常搭配的 这个颜色也是我跟小叔经常会使用到的一种颜色 好我们接下来就要去非常神秘的一个地方 我在整个系里我都没有来过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只有我跟冬月可以来 对 对 就是冯夕的卧室 卧室 居家的地方 这边是他的床 你看他的床气不气人 气不气人 我跟到了的床只有冯夕床的一半 我来坐坐 没坐过 我也没坐过他这个床 哇 fantastic baby 很舒服很大 可以躺好多人的感觉 而且床就是床的质感也很好看起来 还是那句话非常的有钱 然后后面的山水话也是跟整个冯夕大厅是一样的 有钱 然后我想说一下 那个我觉得这里我最喜欢这个房间的 是这个整个房子我最喜欢的就是冯夕的房间 因为大家可以看就是冯夕坐在那儿 就直接可以看到对面的冬月的房间 有没有觉得小时候每天坐在这儿就 思念着冬月看着冬月 这种感觉很美好 对 这是一个隐藏的房子 你看背后是雨柔姐的房间 雨柔姐就是默默地看着房子 吐出 是不是知道了什么秘密 有点精彩是不是 对 这是冬月姐的房间来了 你来过吗 这太过分了吧 为什么 我没来过 我没来过 我整个军都没来过 我整个军都没来过 我可以看那个床 超舒服是不是 我已经盯上了 我这个 过分 奢侈 你看这 这个床太大了 原床也是 这个床可以帮我们整个军的人 好 今天的理由到此您说了 这里为什么会有水啊 你知道为什么吗 没有 没有 哦 不能说 我知道 哦 对 对 我知道 我也想起来了 我 爹 好 因为我水跟剧情有关系 因为冬月姐喜欢吃药 所以她中了很多这些 都是跟剧情有关系 这个剧情到底是怎么样 你们就先观看吧 观看吧 说不定你们已经知道这个水疗的作用了 好 我们现在通过刚刚的长长走廊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 月圆 月圆 月圆是一个非常出门 恋爱气息的一个地方 对 因为你看 都是花 对 你看大家看那一个地方 都是我们冯夕和冬月谈恋爱的一个圣地 然后这个院子呢 非常有少女信心 风前月下 冬青花开 然后这个是那 脱单居家至必备的地方 是 然后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就是水池中有大大小小的原型圈 就是月圆是以水域为主的地方 嗯 我们可以过去看 走 这就是我们口中说的恋爱圣地感受一下 让我们一起感受一下这个地方 就是冯夕跟冬月经常会做一些 比较怎么说 比较甜蜜的事情 嗯 比较甜蜜 轻轻抱抱举高高之类的事情 轻轻抱抱举 可以看一下些 这就是冬青花树 这就是冬青花树 是我们小树特地从外地认来的这个树 从外地认来的 从外地认来的 真的吗 对啊 然后这棵树呢 就感觉特别像他们的情感一样 所以好开花结果 一棵树 嗯 请不请这棵树 其实 反正最后的结果 都是很美好 其实 嗯 也不一定 不一定 嗯 是怎么样的 你们就自己看了再说吧 嗯 好那我们 今天的金星核西旅游特别节目 就到此结束啦 拜拜 嗯 嗯